今天要攻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二十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二十节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名叫以利沙伯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没有可子栽的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撒加利亚按班次 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份 照祭司的规矩撤迁 得进主殿烧香 烧香的时候 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有主的使者站在乡坛的右边 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恐害怕 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以利沙伯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出事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 但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妇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悲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 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 奉猜而来 对你说话 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 这话必然应验 只因你不信 你必哑巴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 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讲员 是英文部的传道人 伦福文传道 那将由陈美珠姐妹翻译 感谢主 主内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上帝今天让我有机会 能一门分享主的话语 也感谢主 有美珠姐妹跟我翻译 不用翻译了 不用翻译了 我讲了 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就是 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 我用这个题目 上帝会使用忠诚的人 为什么上帝使用忠诚的人呢 因为上帝有一个旨意 他有一个计划 只有忠诚的人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因为这个使命呢 会一代一代的做下去 直到主再来的时候 在这里我记得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上帝用了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 来讲耶稣将来的事情 从他们的儿子约翰 约翰会把耶稣的使命带进来 在经文中我们看到 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 在上帝面前是正义的人 经理说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马利亚和约翰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 你会发现耶稣也是一个义人 在这里我相信大家都希望 夫妇的关系能够一直维持到我们死为止 只有忠诚能够让这个婚姻是活泼的 这个忠诚不是只能在美好的日子里面能够找到 就在困难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忠诚 这就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耐心和坚忍 这里我们要学习什么是忠诚 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忠诚 我们在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身上看到 什么是对上帝的忠诚 他们对上帝的忠诚顺服是在困难的环境里面看到的 我们记得当时的犹太人是活在罗马帝国的条例以下 当时他们是属于二等公民 他们当时没有像罗马公民一样享有一些特权 所以对他们来说当时是很困难的时候 一点也不是很舒适的日子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可是路加福音里记录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然后遵守主的一切诫命没有可以旨在的 所以他们对上帝的顺服是没有条件的 在我多年在教会的侍奉中 我碰到一些基督徒 它说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有条件的 他们认为上帝要能够给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 他们才能够对上帝顺服 如果上帝给我做这些事情 那么我就会天天读经 当然读经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是对我们所不是对上帝的 因为上帝要我们为我们的罪悔改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上帝能接受的 上帝不能接受的事 那么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 能够行的证 就好像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 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 我祈祷大家对上帝不会有要求和条件 我也听到人家说 上帝啊如果你给我成就这些事情 那么我才去短宣 去宣教也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一个可选择的 这是我们的责任 显示我们对福音的顺从 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学习 不但是忠诚也是要学习顺从上帝的话 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就宣称了我们的顺从 是吗你们记得你们洗礼的时候的誓言吗 如果你忘了你可以再去读这本公导书 就好像夫妻结婚的时候的誓言一样 你是不是遵从你的那些誓言呢 因为那些誓言是在上帝的名下所宣示的 我们如何荣耀上帝呢 就是要听从他的话 所以我们需要天天读经 所以我们才知道能够如何顺服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在满足的事奉中 忠诚与神 here we look at Zechariah he's serving God because of duty 在这里我们看到 撒加利亚因为他的职责 然后来服侍神 look at verse 9 it said he was chosen by lot 第九节他说他是因为按规矩 车签 balloting 就是抽签的意思 like BTO balloting okay so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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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John Chapel have this balloting would you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means if you ballot your name you say okay Kevin you will serve in this ministry would you want that 如果我们圣语汉谈也采取这种抽签的制度 比如说我们抽签就是说 国华弟兄今天由你来服侍 你喜欢这样的制度吗 something worse to think about 让我们想想这个制度 每个礼拜可以服侍神 不是好吗 走了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撒加利亚被抽签 而执行他的制责 to pray to burn incense on the behalf of people 他的进入主殿 烧香 means he stand before God on the behalf of people the Jewish people 就是说他代表 犹太人在上帝的面前 烧香 and here Luke tells us that he did it with contentment 这里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他是很 满意的 这么做 why because in verse 7 he recorded that both him and Elizabeth do not have a child do not have children 第七节 他告诉我们 因为他和 Elisabeth 都没有孩子 they are contented with that 可是他们对 这个情况 很满足 see unconditional 他们没有条件 it's not God give me a child if not I will not come for church service 他们没有 对上帝要求说 你要给我一个孩子 那么我才来服侍你 you know I've heard this before to my horror you know 我很惊讶 我曾经听过 这样的说话 所以当时 他们并没有 对上帝有要求 而是上帝 对他们有要求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 你跟上帝 没有相依的情况 因为 因为商议是 跟你同等的人 所做的事情 所以上帝在我们之上 他无所不知 他知道 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 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机 所以我们只能够信靠他 那么我们是不是 以满足的心来 侍奉呢 不管我们有什么 服侍上帝 都是有喜乐的 这是不是最好的喜乐呢 我从1993到2007年 作为青少年的牧师 曾经有父母来告诉我 说你不要把我孩子 放在领畅的室位上 因为他要考试了 那么我就在想 要考普通水准了 是不是就 什么也不做 也不吃 也不冲凉 就天天读书呢 我们领畅师奉 需要花多少时间呢 最多30分钟 之前的练习 可能一个半小时吧 最多两个小时 一个星期 我们有几个小时呢 当然我没有对妈妈 这么说 对那位母亲这么说 可是我们可以自己计算 所以到考试的时候呢 青年的团聚还是继续的 有些教会呢 在考试时间 就把一些青少年的活动 都停止了 我们这么做 是对青少年教导 他们什么呢 服侍神是有条件的 考试来了 那么小孩是不是应该学习 如何管理他们的时间呢 好好地做他们该做的事 也同时能够服侍上帝 but also for us adults also right we have to manage our time also on our secular work and also our work in church 对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 我们也要好好管理自己的时间 在工作上和在教会的服饰上 好好地分配时间 so in fact Zachariah served with distinction 所以 Zachariah 在服侍上面 得到了 这是一个 是很好的成绩 look at verse 13 我们再看第13节 You know Zachariah 天使对莎家里亚说 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什么样的祈祷呢 他和他的太太 并没有对上帝要求一个孩子 因为当天使跟 Zachariah说 他会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很惊讶 因为他从来没有 对上帝有这么样的一个要求 but this prayer is linked to verse verse 9 and 10 这个我们和第9第10节一起读 This prayer is linked to verse 9 and 10 那个祷告跟第9第10节有关联 yeah because Zachariah was praying on the behalf of the people on the behalf of the people before God 第10节说 Zachariah 代表百姓们 对上帝祷告 In verse 11 the incense is a symbol of prayer rising up to God 那个香糖的香 是对上帝的一种 的献祭 是一个祷告 so in verse 13 when the angels say your prayer has been heard it means that that what Zechariah prays you know is being accepted by God 所以13节天使说 他的祷告已经被听见 就是说 已经被上帝接受了 it pleases God 上帝喜悦的 so God will use someone which he is pleased of 我们知道上帝 会用他喜悦的人 so they did not complain being childless 他们对自己没有孩子 并没有抱怨 but yet here Zechariah he served God well 所以撒加利啊 很忠心地 服侍上帝 in his duty 他自行他的质 yeah even though he's being ballotted to do the duty but he do it well 虽然他是被抽签的 做的 可是他很全力的做 so we pray that that to be faithful in our duty we do the best 所以我们 祷告我们在 我服侍上帝 上面很忠诚的话 我们要尽我们的全力 so have we been giving God the best 我们是不是尽全力 给我们 给上帝最好的呢 or only just the minimum 还是做最基本的要求 does God deserve our best 上帝知道我们 给他最好的吗 well sometimes when we ask right what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有时候我们问 最低的要求 是什么呢 in God there's no minimum requirement 在上帝眼里 没有最低的要求 the best 他要的是最好的 yeah because he's almighty God 因为他是 自高的上帝 so having been given our best to human authority 我们对人的 这个 我们地上的权位 上面 我们是不是给 我们最好的呢 like our in our workplace no we have to please our boss no do well no give our best so got got big bonu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比如说在工作上 有人对老板 尽你的权利 所以你年底 能够得到更好的奖励 so w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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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hard just to please our boss 我们非常努力的工作 就是为了 取业我们的上师 or to please any any human authority above us maybe our parents or so 或者是在我们 以上的任何一个 全美 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 then we have less time less energy for God 那么我们对上帝的服事 就有了更少的时间 更少的精力 so I pray God will give us the wisdom how to balance 对我祈祷上帝 给我们那个智慧 让我们能够 在这两件事情上平衡 okay best for God 最好的给上帝 so at the same time we serve people right we give our best to the people that we serve 那么我们在我们地上的 工作上 也能够尽全力 so let us be contented but actually being contented it free us to serve God more 所以我们要 满足于现象 现状 那么在满足之中 我们能够对上帝 有更好的服事 when you're in contentment we don't think so much 当我们有满足的话 我们就不会 想太多的东西 we don't have worries 我们就不会担忧 we don't have anxieties 我们也不会觉得 顾虑太多 because our understanding is God is my everything 因为我们相信 上帝是一切 and I'll give him my everything 我能给他 是最好的 so contentment is good for the heart 所以满足 对我们的心 是好的 actually give us freedom really really to serve God even more 它让我们能够 很自由地 服侍上帝 so for us we are called to be people of contentment to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对这个世上的事情 能满足 but never be contented in giving our best to God 可是我们不要 满足于给予上帝 我们能够 要尽量地 给他更多的 yeah so that is the the second point so the next point fateful to God's promise in suffering 第三点呢 是在患难中 人来能够 忠诚于上帝的应许 you know Zachariah somehow can't believe right that he can have a child with Elizabeth sacaliah 对于 他能够有孩子 这件事情呢 并不相信的 yeah because of the advance in age 因为他已经 年纪老迈了 but somehow God still faithful 可是上帝 还是信实的 God did not say oh you don't believe I can do all things right so I take back 上帝没有 对他说 你不相信 那我就不给你了 okay but overall all of us are called to be faithful being faithful that doesn't mean we are perfect 我们 上帝希望 我们对他有忠诚 可是并不是 说我们是完全的 being faithful who is striving for the best 中诚于上帝 就是说 我们对上帝 尽我们的权力 so Zechariah have to suffer 所以撒加利亚 要经过患难 to see the promise of God 才能够见到 上帝的应许 he can't talk until the baby is born 所以他就 不能够说话 一直到 他的孩子出事 sometimes I read I say God you have a lot of humor 有时候我读到 这个我觉得 上帝挺 humor的 humor right he said okay so it's not punishment all right this is to to help Zachariah all right to not to doubt God 这不是惩罚他 而是教导他 如何相信上帝 you know whatever we do there's a consequence 我们做的事情 通常都有后果 okay and I pray that all of us do not doubt God soy我祈祷 我们不会 质疑上帝 you know that only God promise us one thing 上帝 应许我们 一件事情 it may shock you 可能这会 吓着你 okay he did not promise us a wife Santi没有 应许你 一定有一个妻子 he did not promise us to have children he did not promise that we will have a house he did not promise you不承论 you一定有一个房子 he did not promise us to have a job he did not promise you一定会 有一份工作 he only promised us salvation in jesus christ he did not promise you一定会 有救恩 有主耶稣 yeah because what i've said you can read the bible you can read the bible and find out God did not promise us all these things on earth soy if you 只是 许圣经 的话 you会发现 上帝 没有 应许 你一定会 有这些地面 有这些地面上的 地面上的 神经 上帝对 耶稣 上帝对 耶稣 承诺 会有 耶稣 会来 and now god and now god has promised to his church worldwide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那么现在呢 上帝对 所有 教会 成语 耶稣 会 再来 that's why of this promise we will remain fit we remain obedient we remain fadeful we remain to be contented 因为这个应许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 顺服 成诗 so you're not able to talk for nine months is a suffering 这里 萨加利亚 九个月不能够说话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next time we should try maybe husband and wife we try one day don't talk to each other 可能你们试试一下 一天不要说话 夫妇之间 一天不要说话 ok those the one who talk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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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nger lunch or dinner the next day 或许你们可以这样 应许 如果谁先说话的话 就要请对方吃饭 yeah so so but i believe Zachari he he gladly go through that suffering of not talking 我相信 萨加利亚 是很 欢心的经过 那一段 患难的日子 but I believe he can talk to Elizabeth through sign language 我相信 他可能用 匕首试 和伊丽莎白 说话 isn't it maybe he want to eat tell tell Elizabeth 她要吃饭的时候 她就这样 比比 yeah so I don't know how Elizabeth could have felt not talking she can talk to the husband but the husband could not talk to her 不知道伊丽莎白 什么样的感受 她能够说 可是她老公 不能够跟她说话 so because of his doubt someone also suffer right Elizabeth 因为 萨加利亚的怀疑 所以别人也 受苦了 就是她的太太 so here in this in this we can learn a lesson that what God says we hold on to it 上帝说的话 我们要紧紧抓住 do not doubt 不要怀疑 so her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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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Zachariah Elizabeth gladly to go through these nine months of suffering sachariah 和伊丽莎白 如何能够 欢喜的 经过那 九个月的 患难呢 because God sachariah about this child this child what will this child be 因为上帝 有告诉他们 这个孩子的事情 这个孩子 会做什么事 this child will be involved in the work of God 因为这个孩子 会做上帝的事情 this child will be proclaiming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这个孩子 会宣告 missiah的来临 and his name must be called John 他的名字 会叫 约翰 in the meaning of John in Greek is God is gracious 约翰 在希腊文 就是说 上帝 是慈爱的 so God has shown grace to Zachariah and Elizabeth 上帝 对 撒加利亚 和伊丽莎 显现了 他的慈爱 and God has shown grace to Joseph and Mary 上帝 也对 耶稣 和玛利亚 显现了 他的慈爱 and when Jesus comes He is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当耶稣 来的时候 他也是 充满 慈慧 和 真理 and you see how Jesus lived His life He always showing God's grace to the people around him 你看 耶稣 怎么 过日子 他常常 对他 周围的人 显示 他的爱 和恩慈 so I believe these nine months of suffering can be a short time so I believe 那个九个月 对撒加利亚 和伊丽莎 来说 是一个很短的日子 because what God said about this child 因为 上帝 对他们 说关于 那个孩子 的事情 所以他们两个人 一定很期待 那个孩子的 得到来 和那个孩子的 成长 第十四节说 你必欢喜快乐 will any parent be of joy and gladness if God will to say that your child is going to be a missionary 一般的父母 如果上帝 跟他说 你的孩子 以后 会成为 先教士 一般的父母 会觉得 很欢喜快乐吗 not missionary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be a missionary in Afghanistan 可能到 阿富汗 去做 宣教士 may any parent here be glad if God will tell you you're this child will become a missionary for me in Africa 这里的父母 有哪一个 会是欢喜快乐的吗 如果上帝 说要把你的孩子 送到非洲 去做宣教士 all the university study of becoming doctor and lawyer just study for study sake but after that become missionary will never become doctor and lawyer 那么所受的一切教育 要成为医生 还是什么 都会浪费了 will we respond Hallelujah 赞美主 我们会很欢喜的 反应吗 something for us to think about 这是让我们思考的 remember it's our highest honor to be involved in the work of God 我们要记住 如果能够 参与上帝的事公司 其实是最高的 荣耀 last time in my time if someone cannot find any job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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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is the last one to give priority my time since during the nineties 当我年轻的时候 如果我是 一个人找不到工作的话 就说 到教会去工作 you know when God called me it was the highest point of my career 当上帝 呼召我的时候 其实我在工作上 是最高点 if you want to hear my testimony later i'll be joining you all for lunch so if you want you're interested to hear i can tell you 如果你们想知道 我的事情 等一下我们一起 吃饭的时候 你来找我 the company have five interviews with me you know beating mean what are my conditions 叫我对他们提条件 要聘请我 even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r ask me what do you ask for your salary 人事部的金融 甚至问我 你要多少薪水 i said if you give me one million a year it will not change my mind 我对那个人事部经理说 你给我一百万 我也不会改变 我的想法 because in the whole company they were thinking of who is this guy who said that God has called him 所以他们整间公司 都在想 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 说上帝 呼召了我 yeah i mentioned in front of them i'm leaving because God called me to move on in my next phase of my life to serve him in church 是的 我是这样子告诉他们 因为当我要离开公司的时候 我是这样子告诉他们 even my manager asked me Mr. Loon if you are not happy tell me we can post you anywhere where you are happy 我的经理呢 就告诉我说 Loon先生 如果你哪一方面 不高兴 你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调整 能够派你到 你喜欢去的地方 I said I am very happy working here 其实我是很高兴 在这里工作 but right now my next phase of my life I find my happiness in God in serving him 我接下来的人生 我会 以服侍上帝 更高兴 so this child not me bring happiness to Zachariah and Elizabeth 那么这个孩子 不单是为 Sajaliah 和Elisabeth 带来喜乐 because in verse 14 he said many will rejoice at his birth 还有许多人 会因为他的处事 而喜乐 Miss John he's going to impact the lives of many in the name of God 就是说 约翰会影响 许多许多的人 verse 16 he said he will be great before the Lord 十五节说 他在主面前 将要为大 he will be great 他要为大 so when you see John coming out of the desert wearing camel skin eat locust and honey does it does it mean to be great before God 当我们 看到约翰 在沙漠里面 穿着陀毛 然后吃一些 虫子 和蜜糖 你觉得这个是 为大吗 well as I mentioned early on I believe John his lifestyle very simple right camel skin locust and honey you know that is his contentment 刚才提说 约翰的生活 是很简单的 他就穿 陀毛 只是 虫子和蜜糖 but why was he great before God because of the word that he proclaimed 可是他还是 满足的 他因为 他能够做 上帝的事情 because it was his honor to proclaim Jesus the Messiah 因为他能够 宣告耶稣 为Messiah 是他的荣幸 所以在约翰的身上 有一些条件 so he cannot drink strong drink 他不能喝 淡酒 浓酒 so he's being really set aside to live a very disciplined life 所以他被宣告 过着一个 非常有己慮的生活 and God promised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empower him to do the work of God 上帝应许说 圣灵会充满他 来做上帝的事 and in verse 16 he said he will turn many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back to God 第十六节 说 他会使 许多以色列人 回转 归于主 他们的神 and verse 17 it says that he will be like Elijah the 17节 说他甚至 有以利亚的 心智能力 Elisha was a great prophet in Israel in the darkest moment of Israel Elisha在 以色列的历史上 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it was God who used him to turn Israel back to him 上帝利用以利亚 把以色列人 带回他那里 so it was John's responsibility to turn the people of Israel to prepare the people for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所以约翰的责任 就是把以色列人 再带回 然后准备 迎接耶稣的到来 so God has given us a work to do 上帝给了我们 一份工作 regardless of our condition in life 不管我们的 生活条件 是怎么样的 our main purpose is to tell people about Jesus 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告诉 人家 耶稣基督的事 that they will repent of their sins 让他们能够 有机会悔改 and prepare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准备迎接 耶稣再来 so God has called all of us to be like John 上帝也呼召我们 每个人 能够像约翰一样 to tur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round us 能够让别人的心 悔转到上帝那里 to prepare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为耶稣 再来 做准备 do we hold on to this purpose as a privilege 我们是不是 紧紧抓住 这个责任 do we hold on this calling of God as an honor 我们是不是 紧紧抓住 上帝这个呼召 以祂为我们的荣耀 begardless of our situation in life 不管我们在 生活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whether we are going through a difficult time 我们是不是 经过一个困难 的时候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我们都有这个责任 we don't serve God out of feelings 我们不是因为 自己的感受 而服侍神 no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wake up from our bed for work we wake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right 可能某些时候 你早上起来 的时候 从床的另外一边 起来 moody moody 你就觉得情绪 不好 but we still have to perform our work right 可是我们还是 要去上班 对吗 which mother here moody moody don't cook for the child 这里有哪一个妈妈 因为情绪不好 就不给孩子煮饭 which father here moody moody then don't go to work to provide for the family 情绪不好 就不去上班了 就不用 给家里带来 收入 if we can do this for man 如果我们 能够为人 做这些事情 how come we cannot do this for God almighty 我们为什么 不能为上帝 做这样的事呢 we should be consistent in our action 我们一定要 言行一致 so even if we were to hit by any illness 即使我们生病的时候 okay maybe after consulting the doctor in hospital then on the way home 看了医生 在回家的路上 not feeling well 你感觉不好 then you have opportunity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 你刚好 在跟一个人 对话 you can hav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gospel 你可能有机会 能够跟他 分享福音 but because you are not feeling good 可能你觉得 身体很不舒服 do we miss that opportunity of telling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你就放弃 那个机会吗 all right 你不会吧 maybe in that pain that would even be more acceptable to that person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可能在你身体的 痛苦上 那个人 可能更容易 接受福音 maybe the person ask what in pain you still say your God is good 那个人 可能会很惊讶 虽然你在生病 在痛苦中 可是你还说 上帝是好的 not because God give us the pain 不是因为上帝 给我们那个肉体上的痛苦 but because of his salvation in my life I can go through the pain 而是因为 他给了我救恩 让我能够 经历这个 人生的痛苦 because of his great promise I can do anything to fulfill that promise 因为上帝的 伟大的应许 我能够 做他要我做的事 OK so in conclusion 作为结论 you can read for yourself here I put it in English 我读一下 忠诚者能够 毫无条件地 参与上帝的旨意 却装备自己 有被上帝使用的条件 so if you have not remember all that I said earlier on 如果今天我所说的 你都忘记了 OK the concluding part is something you can remember 这个结论呢 希望你能够记得 you see because Zachariah and Elizabeth have no conditions they set no conditions to be involved in God's purpose 就像 撒加利亚和 伊丽莎白一样 他们对上帝 没有要求 but they condition themselves by being obedient 可是 他们对自己 有要求 让自己能够 对上帝 顺服 by being contented to persevere in suffering 在患难中 能够坚持 these are the qualities that God is looking 这是上帝 对我们所要求的 that he will use 他能够 利用的人 because these qualities will get the job done 因为这些事 能够让我们 做上帝的事 所以你要参与 上帝的事工 你一定要有 这些装备 因为你会遇到困难 因为我们对上帝 to what God has done for us in our salvation we will go through whatever it takes to fulfill our calling 因为我们对上帝 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有感恩 所以我们才能够 经过这些事情 而来服侍他 so I pray that as we come to the end of the year 在这个年终的时候 it is a custom that we do a lot of reflection right what have we done for year 2022 我们会常常反省说 我2022年 做了些什么事 so whether can we improve 我们是不是 能够做得更好呢 whether can I continue to do more 我是不是能够 做得更多呢 for the purpose of God 为了上帝 and God is always gracious 上帝是有怜悯的 God is going to give us 2023 to move on further with him 上帝在2023年 会带领我们 继续地 与他一起前进 and one year ahead 在过一年以后 another year lesser 就少了一年 for Jesus Christ to come back 更接近 耶稣再来的日子 as we move on year by year right the coming of Jesus Christ is even closer and closer and closer 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 也就是说 耶稣再来的日子 就越来越近了 so time is short so time is short of your word 天父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的话语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your word 中诚来自于 你的话语 and we pray that this morning in the hearing of your word our faith has grown deeper 今天早上 我们听你的话语 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 我们的信心 能够更加的成长 and just like Zachariah and Elisabeth they walk by faith 就像Zachariah 和Elisabeth 一样 他们在信心中 行走 they did not walk by sight 他们不是靠 眼见的事情 行走 and because of their faith you promised them a child 因为他们的信实 你允许了 他们一个孩子 yeah Lord we pray that as we walk in faith may you surprise us with your promises 主啊 当我们在 凭着信心 行走的时候 我们祈求 你常常给我们 惊喜 and those surprises are meant for us to really to walk closer with you 那些惊喜 是让我们能够 更紧紧的 以你行走 so may you lead us and guide us 求主带领我们 especially we have many outreaches in church to reach out to our friends our relatives 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许多 能够跟朋友 亲戚宣教的 机会的时期 may we have the courage to invite them 求你给我们 勇气 邀请他们 may you grant us favor that they will accept our invitation 也求主 与我们同在 让他们能够 接受我们的邀请 to hear of your wonderful promise of salvation in jesus christ 让他们能够 听到你 对耶稣 再来的 应许的 这个 应许 so lord guide us direct us and lead us 求主你 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in jesus name we pray fong主耶稣 基督的名 amen amén